謝謝主席,我們先請署長 來,請陳署長 署長,本席今天要談三件事情,但是是一個問題 來,你來看一下這個巡邏箱,這傳統的巡邏箱 然後呢,遠景的姓名等等,全部都要揭露在上面 可是我們的巡邏箱在各縣市呢 它相當程度有很多縣市都已經一化,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這個統計表 有一些縣市是完全沒有一化 有些縣市呢,是已經一化的程度非常的高 那以這個台北市來講的話 它傳統的數量已經沒有了 新竹市也沒有了,嘉義市也沒有了 新北市的景局也已經沒有傳統巡邏箱了 那這個的話呢,就是各縣市 非直下市的其他的縣市 電子巡邏箱數量完全是零 就是這這麼多縣市是零 那有一些縣市是已經百分之百 但是有一些縣市是零 那麼巡邏箱沒有辦法太舊 沒有辦法太舊 甚至於曾經換成電子巡邏箱 最後又回歸到全部是放棄 因為沒有錢放棄 然後全部回歸到傳統巡邏箱的 是嘉義縣警局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化了以後 整個百分比是這樣 大概全國巡邏箱一化的就是36.5% 那這個細節我就不一一去說 因為主席給我們時間很少 但是即使是一化 種類形式也非常的多 那這個是高雄市的巡邏箱 我們來看 它可以掃QR Code 它是這個一化巡邏箱 這個是高雄市是這樣 那嘉義市呢 就是給你一個牌子 然後讓你去掃描 那麼高雄市是可以用QR Code 用手機下去掃描的 但是有一些縣市 它是要用這個M Police 只有台北市它是用 只有台北市是用手機QR Code掃描 其他的呢 是要用M Police去掃描 那M Police不是所有的警察 他們都有配備 那另外就是 甚至於有一些縣市市 另外我還要拿一個 這個叫做巡邏棒 這個叫做電子棒 電子巡邏箱 還要拿一個電子棒 是新竹市要拿一個電子棒 它跟嘉義縣一樣 所以大概 形式就變成非常的繁多了 新竹跟嘉義是用巡邏棒 然後台北市是可以用QR Code 然後新北台南跟嘉義市 就是用一塊電子掃描的平板 那麼桃園跟高雄 現在就主要都還是傳統的巡邏箱 然後零零種種 不一而足 沒有一個全國性的計畫 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目標 我們如何讓警察 我不必去揭露 我不必去用手寫 然後我們的巡邏箱都不鎖的 所有的民眾都可以去開 那個巡邏箱來看 那我如果說是盜賊 我去開巡邏箱多看幾次 遠景都差不多幾點幾分來 那我不是就可以找到 遠景不來巡邏的空檔了嗎 所以一化有它一化的優點 那傳統的話這種全盤揭露的形式 本習是認為真的需要現代化 可是目前是全國沒有一致性的做法 好不好 來 那我們進來看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警車的汰換 警車的汰換 當然就有分汽車跟分機車 那汰換非常重要的是為了效率 好跟安全 所以呢 玉林率就是本習所關心的 你來看一下這個玉林率的這個標準 台北市政府以下 你看所有的這些玉林率 我們來看玉林率的統計表 玉林率的統計表 這麼重要的東西沒有在裡面 你看以新北市來講 汽車的玉林率高達53.79% 機車的玉林率是高達51.67% 台中市政府機車的玉林率是高達 百分之七零點二六 甚至於台南市政府機車的玉林率是百分之八零點三八 我們高雄市政府汽車的玉林率也高達58.34% 這是一直到我們107年的統計 你們給我的是到107年的統計 那全國的平均的玉林率 我們看起來沒有看到那種不一致性 就是玉林率高的可以高到百分之八十點多 七十點多六十點多 那超過百分之五十玉林率的這麼多 好 那我們的泰換政策是什麼呢 來你來看 行政院的目標是要到119年 達到新購公物車輛全面電動化 目前電動機車跟電動汽車使用的情形 只有台北市新北市買電動機車 警政署有兩輛電動汽車跟兩座充電樁 全國其他縣市的警戒 我們有一個兩年計畫 17億3752萬5000元的這個計畫 這個計畫呢 他要泰除的時候 泰除全國巡邏車1321輛 增航車582輛 跟其他的警用車13輛 警用機車57輛 合計1973輛 要用17億3752萬5000元 署長 全部還是買油車 119年我們的政策目標 是要全面自動化了 可是呢 沒有再布局充電 充電設施 然後新買的車 我可能為了財務 可能為了效率 我還是都買油車 這麼多的錢 兩年17億多 我下去買 還是買油車 我要怎樣才能達到 119年全面電動化 這是第二件事情 我還沒有告訴你 我到底要你們檢討什麼事 來 看第三件事情 我們知道警員跟社工一樣 他們在執行的時候 有時候會遇到很大的風險 那尤其是經障者 那這個 這個 常常會傷害我們的警員 其實警員受傷 被砍傷 被刺傷的案件 比比皆是 好 針對這件事情 我們內政部警政署呢 我們的處置方式是 介護經障就醫的這種事情呢 我們是要去 讓警察機關 接受相關的教育訓練 來側近他的作為 來保護他們自己 知道要怎麼去處理 每一件事 每一個狀況 所以呢 你們就要求要上課 上精神病患認知講習的課程 要把他納入常年訓練學科的講習 然後呢 讓他們知道要怎樣 安撫情緒 然後怎樣促進溝通的技巧 怎樣化解衝突 怎樣保護自己的安全 好 你來看看全國實施的狀況 以這個統計表 我們來看的話 全國實施的狀況 你們規劃是上一小時的課 上一小時的課 然後以台中市來講呢 到目前為止 一個人都還沒有去上過課 好 那有去上過課的比例是這樣 新北市3.9% 然後你們自己警政署所屬的 也才19.2% 然後最多的是台南市 有95%的遠景 他們上過這個課 台北市有73% 事實上呢 我們也看得出來 有沒有全國一致下去 然後監測目標 然後讓他能夠很積極的 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看到這種稱之不齊的狀況 以宜蘭縣來講 到現在都還是零 台中也是零 然後國道公路警察局也是零 航警局也是零 刑事警察局也是零 好 可是你來看光這件事情 美國怎麼做 本席質詢過你們啊 美國 它呢 是規劃一個40個小時的完整訓練 它設CIT小組 然後呢 這是一個危機介入小組的計畫 它要強化警方處理社區精神醫療危機事件的能力 先培訓講師 然後再讓警察成立特別處理的小組 不是像我們只有一小時 然後全部引頸都來上這一小時的課 不是的 它是非常專業的去發展 我有一個價值 我有一個願景 我有一個任務 我去設計一個很好的政策跟制度來推動 然後它是設計一個40個小時的課程 跟設計一個特別的專業的處理小組來處理這種事情 好 這個是美國的做法 那麼 研究也出來了 就是佛羅里達州受過CIT訓練的這些執法人員 研究的結果呢 他們的能力都顯著的提升 好 三件事情結束以後 本席要談的是 我們的警政現代化缺乏一個 把我們的價值 把我們的願 化成我們的願景 把我們的願景 化成種種的任務的一個 政策規劃 主導的大腦的組織系統 我們沒有這個政策規劃師 跟政策評價師 我們沒有 你看看 我因為 本席看到的就是 我們有很多的法案 事實上 與時拘禁的在推著你們跑 我們的警戒使用條例 你們送進來到現在也還卡住 沒有進度 我們的根燒法 事實上也真的是 給你們很大的困難 然後 我們用這樣的程序 這樣在推動 我們的社會法要修 但是 對你們來講 也是很大的壓力 然後我們遇到每一件事情 我要去做一個 全盤的規劃有效的掌握 然後跟一個 全盤的警政現代化 好 這件事情 你的三個署長沒有分工 然後 我們從這個組織系統下面來看 只有一個法制式比較像 但是 它畢竟只是一個提供 法務 立法技術 諮詢的一個法制式 然後整個的 我們的警政 我們的價值 我們的願景 我們的任務 好 那我們的大腦在哪裡 政策規劃的這個大腦在哪裡 你們整個組織體系 跟人力的配置 其實是缺乏的 所以我剛剛講的 這三件事情 我們都看到的都是 就是感覺好像沒有人在 在 在監測 然後 規劃也出問題 我讓全國的所有的警察 每個人都去上一小時的課 我如何要去增進整體 我警戒處理 好 危機事件的能力呢 不可能的 那個政策的規劃跟設計 就是錯的 好不好 所以這個是從一個眼界 我來讓署長 跟署長分享 我們整個警政要精進 警政要現代化 我們不是放在中層的技術面 現有的這些架構之下去思考 我們如何把它更提升到一個 全盤的 系統性的 前瞻的 一個整體的提升 包括從組織系統 本席都認為 你們沒有 沒有政策規劃 你看那個日本的警察廳 他們有啊 然後 其他很多的國家 都有這樣的組織體系啊 好不好 我主要是跟你 提醒在這個部分 我們很多事情可以做 好不好 可不可以稍微說明一下 謝謝委員給我們的指教啦 也給我們提醒 那警察的工作確實是 包含外向 經緣萬端 那當然 我們著重是在治安 犯罪的預防跟犯罪的偵查 可是時代不一樣 你光要做好治安 對 治安怎麼做得好 事實上都涉及我剛剛講的 我從政策的設計跟規劃開始 還有整個的這個推動管理過程當中的掌握 都很重要 對所以這個整個一個警政的一個推動一定會有優先的一個順序了 那當然有的會做得比較好 有的我們可能還需要再加強的部分 必須整體的一個推動 但是還是要選擇性啦 否則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那這一部分也謝謝委員給我們的指教 我們會朝委員給我們的建議 我看你們今天的報告是很勇敢啦 因為你們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把很多數字下降的這些事情 你們都在今天的報告裡面顯示出來 所以包括治安的部分 我們還是從一個更高層次的一個思考 去深度的下去了解說 我們怎麼增加我們的能力 包括我們的人事的調度跟安排 有沒有這個大腦的能量在裡面 本身目前看起來其實是沒有的 好不好 謝謝委員 謝謝管閉領立委